各位听众早晨 欢迎收听11月23号 广州 有许多大家熟悉的表情 却少有人将广州与山联系到一起 这些熟悉的地理 一定隐藏了一些 你不知道的事 广州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广州 这一切由山来告诉 说广州绕不开岭南 说岭南就要说到中国南方最大的山脉 南岭 南岭作为一道天然屏障 将这片广袤的土地与中原地区隔绝 才有了岭南 南岭之脉九连山 是现在广东最大的山脉 九连山之为白云山 白云山之为月秀山 绵延入城 寸里千年 这片形成于约六千万年前的山地 将人与山的关系 定格于漫长的时光里 1995年7月22日这一天 一块写有万岁二字的瓦当 在厚重的时空当中打穿一条通道 广州老城区建筑工人的惊呼中 岭南第一个地方正选南日国的公主遗址 重建天日 一段沉睡千年的繁华再次苏醒 他直接将广州的历史文化 锚定到两千多年前 官宣了广州将岳秀山作为主山 以山为靠 依山建成的历史 也证明了山一开始 就是广州城的天然平和 在岁月长河里 山与城的亲密度一直在提升 广州城在建成之初 只有广州大剧院一般大小 从当时的仁萧城和赵驼城出发 去往白云山南端 大概要走上九公里 而如今广州已经成为一座超大城市 站在明代城墙遗址上眺望 曾经作为城市北界的岳秀山 早已经被包围在城市中央 白云山也从城外之山 城郊之山 直到现在彻底成了一座城中山 今天广州城最繁华的地段 熬入着大东门 西门口 小北门等等这些亲切的名字 他们都曾是广州城市的边界 见证了广州的变迁和成长 永家市九州荒 与广州平且康 这是静置在镇海龙中 静带专刻上的歌谣名文 是当时广州安定平和的见证 也是广州一词首次在文物上亮相 因为山的庇护 让一部分中原文化随着南迁的进程得以保存 在广府地区继续发扬光大 然而山对广州的馈赠不止于此 在漫长的时光中 他们挽留了来自太平洋的季风 于是广州中年多余 他们阻挡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 于是广州四季如春 也成就了广州花城的尾遇 在北风草木凋零的季节里 广州纵横交错的街道上依然繁花似锦 广州人还能带上家人 约上朋友 一起汉发该 人海如潮的盛景 从明清时期延续至今 广州地处秋陵地带 没有太多高山 但却在千百年来 时时刻刻得益于山的塑造 世山构建了广州的城市格局 世山激奠了广州的历史文化 世山造就了广州的迷人阴谋 广州人也如同这些不算高耸俊桥 但却更有特色的山衣一样 古色的穿着 简易的人子多 透露出老广低调务实的本色 上有青山诗意 下有人间烟火 在满目聪裕之间 在壮阔群山之中 随时随地 走了 回航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